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轨和机械中等更精确的计时最终出现了 将时间置于更便捷的小盒子里 但人们究竟测量的是什么呢 时间究竟是真实存在的 还是仅仅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 最初答案似乎显而易见 时间当然存在 它一直在人们身边宣示存在 并且很难想象没有时间的宇宙 但爱因斯坦让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开始变得复杂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人们 每个人都面临着时间的流逝 但是对于不同情况下的人 例如已接近光速旅行的人 或者绕着超大质量黑洞运动的人 时间流逝速度并非总是相同的 爱因斯坦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 定义了可弯曲 但以一种一致可预测方式表现的时空 从而解决了时间的延展性 爱因斯坦的理论似乎确认了 时间交织在宇宙的结构中 但该理论并未解决一个大问题 为何人在空间中可以朝任何方向移动 但在时间中却只能朝一个方向移动 无论我们做什么 过往始终顽固地落在我们身后 这称为时间之鉴 当一滴实用色素滴入一杯水中 我们凭直觉就知道色素会蔓延开来 最终填满整个杯子 想象一下我们看到相反的事情发生 这里我们会把时间看作向后展开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宇宙中 实用色素在水中蔓延开来 而非实用色素聚拢在一起 在物理学中 热力学第二定律描述了这一现象 人为系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变得紊乱或无序 我们宇宙中的系统会从有序变为无序 正是宇宙的这种特性 定义了时间之鉴的方向 如果时间是这样一种基本属性 那么时间应被纳入用于描述宇宙的 最基本等式中是吧 人们目前有两组用于解释物理现象的等式 广义相对论描述的是巨大物体的行为 而量子物理学解释的是微小物体的行为 过去半个世纪里 理论物理学的最大目标之一 始终是协调这两者 使之成为一种基本的万物理论 以涌现出许多这方面的尝试 这些理论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时间 但都未得到证实 奇怪的是一种称为惠勒德威特方程的理论 根本就不包括时间 像目前所有的万物理论一样 此方程是推测性的 但设想一下如果此理论或者一个类似的 不函时间的方程被证明是正确的 是否就意味着时间在最基本的层面是不存在的 时间是否可能只是人们感知宇宙的方式的限制 所产生的某种幻觉 我们还不知道 但也许这是错误地看待时间的方式 与其探究时间是否作为基本属性存在 不如换种思路 也许时间可能作为涌现属性存在 涌现属性意味着事物不存在于系统的各个部件 而是为整个系统存在 每个水分子不会产生潮汐 但整个大海却会 电影通过使用一系列 似乎彼此之间有流畅的连续变化的静态图像 从而产生随时间推移的变化 如果图像翻转足够快 我们的大脑就会从一连串静态图像中感知到时间流逝 电影的任何一帧都未变化或包含时间流逝 但这属性原则图像串联起来的方式 移动是真实的但也是一种幻觉 某种程度上而言 时间的物理学是否可能是一种类似的幻觉 物理学家们仍在探索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 迄今没有得出完整的解释 至少目前是如此 观看这段视频不断质疑宇宙的基本原理 看看自己是否能够解答下面这个谜题 原子究竟有多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